阳光何许的午后 陈小弟陪着阿嬷在家附近散步 从小父亲车祸往生 母亲也不在身边 阿嬷中风 陈小弟除了上学 就是陪着阿嬷 有空就帮忙做家事 今年小六的陈小弟 功课也没荒废 总是保持班上前五名 今年考上两所国中自由班 他选择离家近的 希望能多陪阿嬷 读书算钱 然后就可以照顾阿嬷 慈禁人定期关怀 带着陈小弟参加儿童班 他会帮忙班上小一点的孩子 也会存竹筒做环保 付出自己一分力量 这个孩子是很乖的 很贴心 很懂事 家庭变故让陈小弟 很早就学会独立 他个性乐观 不管人生再多磨难 他仍然能保持笑容 勇敢面对 大爱新闻张国端 郭记忠 南投报道 我这一期就会 看这个人生再多磨难 人生再多磨难